如果你暗恋一个人 你会送他什么样的礼物 前几天有个小哥哥找我啊 说他要给自己心意已久的一个姑娘 送一条手铸属于暗恋对象吧 他说让我帮他找一条 中签预算五四的圈口 然后我想给他选择一条 比较清爽一点 反正总之来说 调形比较干净的那种 最好上面能带着飘花啥的 这种的话 小姐姐肯定会喜欢的 走咱们现在开始 看见这盘小色了吗 嘴头还可以啊 嘴头很不错 底子也干净很清晰 出来以后就有仙女卓的感觉 老板这个拿出来看一下 现在咱们把这个拿出来啊 自然光下去看一下 看着比较真实一些 这个绿呢 咱们总称为金丝绿 绿绿非常好 带起来让清爽干净 刚才的话 咱们为什么要拿到外面 因为一个是看颜色 另外一个呢 是它的毛病啊 不方便当着货主面去讲 所以说咱们拿出来的话 给大家更看得透脆一些 刚好他是做到五六的 给他看看能不能在中签数哪下 是我大概一个理想家为 走 中签数 赶贩 老板这个开多少 开两万 哎呦呗 这个我得看不到那么多 四千块钱盘一下 哎呀 你看吧 这料里面有棉 哎呀 这个莫兵的话 你跟我画吧 中签数 四千块钱 找不了 这地多少 四千块钱 我也加到头了 再不能抄了 预算就在那画里面 中签数抄太多 那块头 这你看吧 还不行 我感觉我的这根因缘啊 就因为这几百块钱 估计就没了 再给你最后讲 咱们怎么会找到 六千八百块钱 六六发发 就成全我这段爱法 你也看出来我的成绩了 是吧 我不买我跟你讲 这么关键干啥 是不是 关键 我又不自己在 是我女神呢 好吧 是不是 行吧 那你问一下吧 有人说我成了 过来请你吃吧 好吧 OK吧 OK的 哈哈 说说已经起出来了 咱们看一下起播效果 行呗 再看一下镜默绿呢 全部画在主播里面 而且呢 整体画 有一种小白点 我感觉很轻轻镜默效果 而且很美啊